黑色跑車飛速通過路口 卻突然向右偏移 猛力擦撞路邊轎車 再撞電線桿 從另一個角度看 白色轎車好端端停著 卻被跑車高速撞上 現場仰起一片塵煙 自知闖禍趕快下來查看 受害車主聽到巨大聲響 也出來關切 超大一聲以為是爆炸 連停車都可以被撞 夠衰了 白色轎車左後輪軸斷裂 前方板筋凹陷變成V字形 慘不忍睹 車禍就發生在10號晚間8點多 58歲零性駕駛 開著千萬跑車 行經大理爽文路時 突然偏移撞上路邊轎車 駕駛只有輕微受傷 還能自行躺上單架 在11號早上7點多已經出院 不過仔細一看 這台造勢車輛可是來頭不小 令人血脈膨張的引擎聲 是007惡魔四伏電影中 男主角詹姆士龐德全新專屬作駕 為登集具科技感車身流線美感十足 由英國奧斯敦馬丁出廠的跑車 官方售價880萬元起跳到千萬元不等 在國內相當稀少 價值萬如一棟豪宅 真的 可能人的一生不一定都遇到那麼一次 他車子看起來完全沒有受傷 應該板筋太厚了 真的是跑車的關係 然後我的車就是很明顯 只能報廢了應該也沒辦法修了 他的酒測值是超過標準值 初不了解造勢男子酒測值0.91 嚴重超標 事故原因還要再釐清 只不過全台限量車款 竟自撞轎車 難得景象印發網友熱議 直呼這維修費恐怕難以想像 既有聯員兵蔡敦瑩 台中採訪報導